真像了!绝地求生中的M4原来是小弟,M16究竟是什么来历? 经常玩绝地求生的同志们都知道,里面有一款步枪很受欢迎,就是M4。 笔者作为一个吃鸡迷,也是非常喜欢这款步枪的,但是这把步枪很难找。 在游戏里面,随处可见的M16。但是有一个真相是,M16是M4的前身。 M16在财产出来的时候很受美军欢迎,但是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,士兵们发现M16在使用过程中问题越来越多。 比如说,M16不够稳定,并且维护太高。所以美军就向生产商提出了改进的要求。 经过改进之后,有M16A1和M16A2,但是并没有从改变根本上面改变问题。 主要是因为M16的枪声很长,所以从根本上满足不了美军的需要。 在上个世纪80年代,经生产商与武器专家共同研究之后,研制出了M4。 在研制过程中,吸取了M16的好处,还结合其他枪针的优秀部分。 完全可以说,M4就是M16缩短板,所以两者的大部分零件也是相互可以使用的,也减少了后勤工作。 M4与M16比有三个优点。 第一,M4步枪全身很轻,对美国士兵来说很方便携带。 第二,枪身很短,这样就可以节省空间。 第三,可以装很多配件,这些配件装上之后,M4的威力,那些吃鸡的小伙伴们都是了解的,这也是为什么逼者喜欢使用的原因。 所以,这也是美国士兵喜欢的原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